Sava 流行數位媒體 邀您共賞 醫師好辣 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歡迎五位社群美女好辣醫師團 歡迎 我們兩位成本來賓 歡迎 乃郭 是 很多人結婚生子之後會發現 家庭事業兩頭騷 你那時候剛結婚 剛結婚 有沒有這種感覺 那我覺得那個孩子都帶財 對 我也覺得 真的 我也覺得 結婚第二年我太太懷孕 我就開始手上就 如日中天 沒有沒有沒有 就開始接節目 我那一年生下來 那一年我就四個節目 然後我結婚反而壓力都解除了 可是小孩帶財我真的也覺得 對啦 雖然我因為生了女兒 掉了一個節目 但是那個節目之後 我真的就是很多 大家不知道的領域 不知道的領域 就是要拓展出來 隱形的 是 隱形的財富一直來 對 但今天兩位來賓 可能就覺得有兩口騷的感覺 是喔 我三個 所以我的第一個 我就要跟大家分享 好 每天出門都在趕 狀況超多難準時 我跟你講 我就是掉了一個節目 就是因為我都遲到 真的喔 沒有啦 因為以前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我是一開始是負債的 那負債的時候 開始生小孩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很辛苦 但還好小石頭有帶財 有 那一波趕上那一波列車 賺了一點點錢 可是非常忙啊 你可能早上你還要準備 因為他還小 你要準備他的早餐 還有衣服還有製裝 然後還有很多 比如說像他開始去上學的時候 我也要趕公車去上班 他也要趕車子去學校 然後我老公也要去台北上班 就類似像這樣 然後就會常常就比如說 已經準備好要出門囉 然後我就開始就 你會開始先擔心家裡的一些電器 冷氣啦 電風扇啦 瓦斯啦 門窗啦 會不會下雨啦 你弄好這些之後 我老公坐電梯下去了 就是 你就很生氣 就我在那邊弄這些東西 你來幫忙弄的話 等我一下 我就跟你一起下去啦 他下去之後 他就在下面一直打電話 他來不及啦 對不對 對 你就會覺得很煩 那他又載著小孩 小孩子 然後又要把它塞到安全座椅子 好崩潰喔 就不舒服啦 然後老公整個早上的心情 也就是很崩潰 然後我自己是 我有好幾次也是好 就是不上班的 就是出去玩而已 就心情想說太好了 那剛好今天就帶小朋友 就是出去走一走 那就準備好一些東西 那因為小小孩 要帶的東西很多 自己真的一個包包就好 就是錢包 手機就可以出門 但他不是尿布 奶瓶 奶粉 就好 都準備好了 推車也推好了 上車囉 坐計程車上 已經要準備來台北 英文加渡桃園 在林口的時候覺得 不知道哪裡覺得不太最近 尿布沒帶 尿布還好吧 你到了台北 到哪個地方買 順便買就好了 對 那買其實 請問你可以買一兩片嗎 買一包又不是不能用 對 可是買一包 我是坐車去的 你知道我那時候就是 陳英文 我聽著尿布在 你再帶小一包那邊 明明開很悠閒貨公司 你就會靠這邊 有一大袋尿布 然後媽媽又想省錢 你又會想說 要買多包一點 可能六十幾片 你就不會買那種十幾片 十幾片一片十五塊 算了算了六十幾片 會算 然後回家對不對 先用舊的 然後等到要拆你的心的時候 他長大了 對 不要講就會這麼崩潰 對 就是這樣 然後還有就是 永遠都比如說 要出門的時候 就你已經想說 今天絕對萬無一失 尿布也都帶好了 結果後來 媽媽你等我一下 你不要看我 躲到桌子底下開始大便了 然後等他之後 那你是不是 你要幫他洗屁股 你就開始洗了 你的襪子也要脫掉 鞋子也要脫掉 然後他全身上 又再到一片 全部再來一次 然後爸爸也累了 也不想出去玩 真的有時候 就是這樣 把自己整個家裡的人 都搞到有點痛苦 其實你講這個 我相信是所有的 沒錯 現場為人父母的 電器前面的為人父母的 這都是每一個人 跟你同樣的 真的 剛剛醫生都很想講話 心有氣心言 每一個真的想表達一下 對 我們也是一樣 我們像主持節目 我們以前 都是中午1點以後才開錄 任何的節目 因為我 我後來 我要求 節目早上10點錄影 隨便錄影 還有很多節目說 早上也可以錄影 對不對 大家都可以回家吃晚飯 真的喔 所以後來像我的節目 也有一些節目就跟進了 早上錄影 你這個創舉很偉大 很偉大 真的 因為我們在6點就起來 到底要多久才可以錄影 但是好在什麼呢 就早上沒事你知道嗎 我就很安穩的 我老婆那時候還在滑航 因為她本來在空前後 到地勤 早上還要8點多就要去上班 所以都是我在弄這些 我也... 這個... 輕鬆 對 輕鬆自在 因為反正早上都沒事 都是我在打理 做形象做得非常... 我都不做形象 我都不做形象 因為我們也不敢假手給別人 對... 你知道我們都希望自己 心力輕微 對啊 都是這樣子 你要習慣他沒機會 我沒機會要坐一次 大概有三五分鐘的時間 所以其實我覺得 有時候雙心家庭 你有小朋友 如果你家裡沒有一個 好的知識系統 你真的不能出任何的狀況 不然你一下子沒有人可以幫忙 真的... 在急診有遇到一對父母 他夫妻 這兩個夫妻就是先生 他是警衛 對... 所以其實他常常要人夜班 然後警衛沒有辦法 12個小時 三班次啊 沒錯... 然後他的太太 是一般的上班族 所以會變成是說 家裡有很多事情都是 重擔都壓在太太身上 對... 所以他們兩個小孩 那兩個小孩其實年紀有點差距 所以其實上課時間不太低 但是太太載出去 大概一定是兩個一起載出去 兩個小孩也要互相配合 例如說有一個 必須要早一點到 大的要早一點到 小的不用這麼早 可是小的因為大的 也都會很早就要到學校 那其實一切看起來都是按部就班 太太也是早上 那一天就是要出門了 太太要在兩個小朋友出門 先生下大夜在家裡睡覺 結果小的臨時 肚子不舒服 要拉肚子 那大的要早一點到學校 小的如果再這樣弄下去 大的一定遲到 所以太太只好把先生給挖起來 就你先趕快帶大的去學校 我在家裡處理小的 那先生只好睡眼心鬆 就載著大的去學校 那應該是疲勞駕駛 他其實安全把小朋友載到學校 結果要回家的時候 他們就是 他就是一個急轉彎 要回程的時候 去撞到同學 其他家長 也是要送孩子上學的 對 結果那個這樣被一撞骨折 那他自己其實 因為他是開車 他那個一個回轉 他頭是撞到側面的那個玻璃 然後他其實自己有點 雖然沒有嚴重到開刀 可是你就可以想像 本來都是按部就班的事情 可是家裡面沒有人 可以幫忙的時候 其實一旦有狀況 兩個是像手忙腳亂 甚至都疲勞駕駛 其實也滿危險的 真的 乃哥 我跟你說 我真的覺得有的時候 帶小朋友出去 早上醒來那一刻 你就知道今天順不順利了 就跟股票有時候 你這樣開高 走到開地 有那麼多心情 我跟你說 那也形容得真好 對 因為他心腹吧你 對 因為那時候 因為我現在嫁去高雄 可是我全部的朋友 都在台北 那朋友有聚會的時候 我一定還是會去啊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 好 要搭高鐵 那我家那時候離高鐵又比較遠 妳好重視朋友喔 對 太重視 因為還是要 貓貓還是要有自己的時間 要忘記自己 要放鬆 對 然後那時候我就跟小朋友預告 然後我是生雙胞胎 你知道雙胞胎 而且是一男一女 他們兩個就是 同年紀 常常就會很多問題 然後那個問題是 明明這個有 這個沒有 可是他看到另外一個人幹嘛 他就也會要模仿他 所以那時候我就打扮得很漂亮 說要去台北啦 要去參加聚會 結果突然哥哥就說 媽媽 我要大便 我就 可是你知道 因為我不會開車 所以我就叫寶寶Uber 然後預約了車來了 可是我就看到 高鐵又來不及了 可是我又不能讓他去高鐵上面 上廁所又很麻煩 我就說好 那我就把計程車取消了 其實取消了之後 我就想說晚一點再叫車 因為不能讓司機等我等那麼久 因為小朋友上廁所 有的時候五分鐘 有的時候半小時 然後我就說好 上完之後 結果妹妹就開始不耐煩了 因為她很期待要出門 然後就開始在哭 結果一上完之後 準備要出門要重新叫計程車 妹妹就說 可是你知道她其實不想上 這種事可以模仿的 對 因為她就會覺得說 哥哥也這樣子 我也要 可是你知道她根本就沒要 所以我就 你知道那個火就有點上來 就說其實你不想上妹妹 她就說我要上 我就好 我就帶她去廁所 然後結果你知道 一來一往的時間 然後我要重新叫計程車 其實聚會已經開始了 然後我朋友 因為那時候我朋友的生日聚會 她之後還有事情 然後在等的時候 突然我朋友就說 算了啦 今天你不要來好了 不然你上來 要兩個小時 然後我等一下又有事情 她說你要帶著小朋友很麻煩 還是我們下次再約 然後你知道 你知道我的心情本來是很期待 之後可以去台北了 可以跟朋友見面了 突然邊邊緣 慢慢的開始 不能去了 然後後來有點生氣 然後後來想說算了 就是之後你知道嗎 我們就 我們一家三個 我們就打扮得很漂亮 因為我想要來台北 穿個小洋裝 頂個全中頭髮 又很漂亮 但小朋友要出門 我們就去家裡 旁邊的公園 你知道嗎 穿得很漂亮 然後媽媽應該 硬要出門 出完吧 你知道那個心情 從很興奮 然後到難過 然後到已經放棄了 公園人有沒有看你們一家人 公園幹嘛穿成這樣子 突然還穿洋裝 才穿洋裝 很漂亮 我覺得媽媽們應該都 超級無敵能夠感同身受 就是你只要做雜事的時候 一定都要找那個小孩子 中間那個空檔 然後去 對 所以之前我們有媽媽 就是她也是二寶媽 然後她就是真的是 是必須要抓空檔來看診 那因為她是老大是上小學 所以她早上要送小朋友去上學 然後老二剛好才五個多月 所以她還在餵奶 那她那時候來門診的時候 所以她就是那個餵母乳不順 然後就乳腺炎 然後所以她那時候 就有吃抗神素 那你大家都知道 就是餵母乳乳腺炎 那個很痛 很不舒服 所以她就是很辛苦的 就來到我的門診診間 然後因為我們是下午門診 兩點才開始 但是她三四點 她要去接小朋友回家 所以她其實就一直 在敲那個診間說 可不可以讓她先看診 可以讓她先看診這樣 我感受得到她的交集 可是因為剛好 她那天就真的有點衰 就是前面的病人 真的都很準時來 所以我就只能讓前面的先 因為大家都是按照號碼的 然後等到後來 她就是真的沒辦法 她就是很 就是有問我說 那這樣她怎麼辦 因為她抗生素的時間 這樣一段可能 就會斷一個禮拜這樣 我後來就跟她說 那就沒辦法 那看你要不要明天早上 就是你去掛我同事的診 然後我把你的資訊 然後跟我同事講 這樣子你就可以續接那個情況 我就覺得其實 有時候媽媽們 連看診都需要就是 夾那個中間那個很零碎的時間 真的好辛苦 對啊 我跟你說 小孩上學出狀況 工作時間又難抽身 因為我夫家在高雄 是開早餐點的 然後我們就是中午的時間 會非常的忙 然後呢 因為我小朋友 今年剛上幼稚園 那他們其實在高上幼稚園的時候 其實他們有一點分離焦慮症 所以就是他們 在去上課之前 其實都會很抗拒 我不想上啊 或是找很多借口 要上廁所啊 哪裡痛啊 腰痛 手痛 什麼痛 都說得出來 那個演技最好 真的有時候 你知道我都被騙 然後可是之後呢 幫他請假一天呢 又知道說他根本就在騙我 所以後來就鐵了心 然後就是老公在開車的時候 他說媽媽 我不舒服 然後我就一樣說 你沒有不舒服 你只是 你進去學校就OK了 然後我就把他送去學校之後呢 然後在上班的時候 老師就傳訊息來說 媽媽 不好意思喔 那個哥哥啊 他肚子有點痛 然後好像有點發燒 那因為現在這個狀況 比較敏感嘛 他就說那你要不要把小朋友 帶回去 然後那時候我就 店裡非常的忙很多人 然後就看著訊息的時候 我就要幫客人點餐 然後又再看了一下 我想說該怎麼辦 第一時間你會先怪自己 結果說 早上我其實錯怪他 他根本不在演戲 我怎麼沒有發現 然後怪自己 然後下一秒照顧我就說 老師不好意思 那我可不可以有 大概二十分鐘之後 我就去結他 那麻煩你幫我照顧一下 多留意一點 你知道那二十分鐘時間 我是 你知道嗎 就是各種情節在我的頭腦上 也是想說 會不會老師要照顧其他小孩 突然如果他發生什麼事情 怎麼了 老師不知道 因為我是第一次 跟小朋友分開這麼久 因為以前都是我自己帶 還有保姆 後來趕快就是 真的受不了 就是請店員先幫我 就是員工先幫我顧店 我就趕快衝去學校之後 然後接到小朋友 我反正想說 要不趕快送去醫院 各種情景都散了之後 小孩看到我就說 媽媽 我要回家 我不能吃點心怎麼辦 我就說 你不是發燒嗎 然後老師就說 可能就是他那時候燒起來 可是可能看到我之後 心情就比較好了 所以就其實沒有 我想像中的那麼嚴重 對 我後來都跟那個保健師阿姨說 真的 因為兒子很會演 他都在那邊 媽媽會演啊 不是 阿姨 我的那個什麼 頭有點痛 可是明明體溫就什麼 三十六點八 不是很正常 對啊 然後就說什麼 膝蓋會痛 這種小孩真的是 對不對 陳醫師 你兒子會不會演在汗 小朋友是真的花樣很多 對啊 我自己的小孩 只要隨便 都要去找保健老師 對啊 為什麼 我自己都覺得爸爸媽媽 是真的很辛苦 但是其實媽媽的辛苦程度 還要看老公的支持程度 我之前曾經有遇過一個 爸爸帶著兩個女兒來看病 看病的時候我發現說 這個爸爸真的一問三不知 問了兩三句話之後 爸爸好像想到什麼事 陳醫師 我太太有交代 開闊音 你現場跟太太說 天啊 對 好尷尬 我就追了這個話機說 有沒有咳嗽流鼻水 媽媽就講 老大發燒 老二拉肚子 爸爸就在旁邊笑著笑著 我開完藥回去之後 隔了三天 媽媽帶了兩個女兒來看病 我就想起三天前的事 我就提了一下說 媽媽你好辛苦 媽媽就說 你不要再說了 我們全家就大兒子最難搞 我想說 你不是兩個女兒嗎 他說 就我老公 這小孩沒兩樣 每次小孩放學回家 然後睡覺以前 或者說每次放假的時候 他觀察到一件事情就是 小孩都不睡 他就覺得說好像什麼事情都幫不上忙 然後他甚至還告訴我說 他每天上班到十一點的時候 他要固定訂三個便當送家裡 給保母跟兩個女兒吃 那個現在外地很方便 然後他還要訂一個便當去老公的辦公室 給老公吃 有一次他說老公回來就生氣說 你今天怎麼沒有幫我訂我今天的中餐 他一查才發現說他訂好餐之後 沒有按結帳 沒有按那個結帳那個按鈕 他一直以為訂了 所以他說他這個一整天內都很累 他也覺得說這個嫁了一個老公 老公好像不但沒有幫上忙 反而是讓他更累的一個因素 吃飯還要老婆訂 這個老公就贏了就算了 沒有 你用喔 那是真的耶 對啊 我有說眼睛就對了 所以我們講結婚前 真的眼睛要睜大一點 真的 像你這樣好男人也沒幾個啊 不要幫我做形象 我自己會做 反正都會剪掉 沒消費時間 老公真的是一個大兒子 因為像我自己真的 前陣子出國去韓國去七天 我只是去出三天 怎麼那麼好 而且我想說有沒有帶小孩 沒有帶小 有一點穿插時間是可以好好放鬆 又聽說韓國首爾很多咖啡廳 可以好好放鬆一下 我就很開心 結果後來從第一天開始 我小孩就傳那個一個叫check 反正就是他們的一個通話 通訊他說 媽媽 後來隔天 我老公就很生氣說 我們早上他跟大兒子吵架這樣 我說吵什麼架 他說 他就自己去拿那個洗衣籃裡面 臭掉要洗的衣服還沒洗 那因為他不想要 再反覆的穿就對了 對 還要再穿回去 我說那你怎麼發現 他說因為帶他出去的時候 身上就一股酸味 男生的那個衣服 我說那你為什麼 我不幫他洗衣服 他說不是嘛 最近就一直下雨 就陰雨綿綿 所以他衣服曬也不容易乾 所以他就想說就不要曬 因為整個很潮濕 結果又沒有幾天 老師就傳訊息來說 請問一下就是 你可以馬上 現在就給我小孩的快篩嗎 然後我人在韓國 小孩又不到外邊 爸爸沒提供 對 因為爸爸沒有跟老師有賴 所以老師的問題 還是找到我這裡 老師也不知道我人在國外 所以老師就說 麻煩請儘快提供快篩喔 然後我就坐在 我剛好在上次 我坐在馬上 我現在人在韓國 還要跟你弄快篩 那因為以前都是我篩 所以後來我說 爸爸那個 因為他們班上有人確診 你要幫他曬一下 我不會用 我說沒關係 你就讓他就是 戳到鼻子裡面 他說他們也不會用 我說 爸爸就在外面 好啦 可以了 是要放到這裡面嗎 是要放到哪裡 有什麼障礙啊 真的是 平常他幫我老公做好 我跟你講 我的了解 只要是處女座男人 應該這些事情就不會發生 真的... 我弟弟也是處女座的 我接觸到的處女座的人 像我女婿也是處女座的人 那基本上都是我女婿來做事情 你知道我覺得處女座的男人 基本上像你講這些事情 都不太會發生 真的 這邊有沒有處女座的男醫生 您處女座 你看 陳醫生也是這樣子 真的 雙魚座的也不會發生 你上次老婆來明明就說 你什麼事都不知道 小心喔 在育兒的過程其實... 先說什麼星座 先先說 還行 對 那在這個過程 其實大家統計起來 大概最容易犯錯的 其實就是老公 大概所有很多所謂的經典的 豬隊友語錄 我自己講一個案例就是 其實他是我朋友 我一個朋友 他的工作是要輪班 上衣修衣 所以他其實顧小孩 並沒有辦法全職 都是老婆在顧 那他那時候 小朋友才三個月的時候 媽媽跟他一起帶來診間看一下 那時候剛好就是小朋友長腳痛 這個容易開始 所以這個媽媽這個時候 當然就很緊張 晚上不好睡 白天又不好餵奶 吃不完 那他老公在旁邊 因為是朋友嘛 他覺得他沒講幾句 好像都沒在做事一樣 所以他就 旁邊就出了兩句 他就說 其實那個我看 他平常都乖乖的 這個其實我覺得他 他哄他睡覺有那麼難嗎 這個餵個奶 餵個奶而已有那麼難嗎 不死人間煙火 對 他講完這句話的時候 其實那個老婆 你就看到已經在翻白眼了 但是老公看到 又要再反駁一下 他說表示自己有做事 他第二句就說 其實像那個餵奶 我有幫你 有時候我也會幫你 幫小孩換尿布 這個又是一個惹火媽媽的一句話 對啊 那講完之後 他最後還不死心 在最後再追一句就是說 其實我看你在家帶小孩 也滿輕鬆的 不然 我看你這三個月 怎麼越來越胖 大概就 一點算 因為大概 我們在分析那個經典語錄 第一句就是 天啊 有那麼難嗎 就是帶小孩有那麼難嗎 所以帶過 一定是沒帶過才會講這句 對 所以有那麼難嗎 這句就已經先中了 第二句也是媽媽們很在意 就是我幫你 小孩是誰生的 我幫你對不對 好像都是做了一點事 就是我幫你做什麼事 那第三句當然就是 帶小孩很輕鬆的件事 在家帶小孩很輕鬆 而且 可以說媽媽憔悴 但絕對不能說媽媽胖 真的 這個就是中了死穴 所以我們 其實我也跟這個朋友 私一下跟他說 因為再來 他講到這裡來 再來就不是解決小孩的問題 就是家庭糾紛的 那我自己跟他講說 其實這個可以改善 就是說 帶小孩有那麼難嗎 我們可以改成就是說 帶小孩真的很辛苦 開頭就這樣的話 講下去就好多了 對 那這個第二句就是說 來我幫你什麼 改成 這個寶寶這樣子 我們一起來 幫他換掉步 我覺得你改得不好 我來做 我來做 他還說一起來 我來做 但他不是我來 他不是處你做的爸爸 做不到 對 那最後一個就是說 帶小孩很輕鬆 我們當然就要改成說 帶小孩很辛苦 那而且還要記得 安慰一下老婆說 老婆你也辛苦了 要保重自己 我就想說 你嘴巴也很甜對不對 對太太 我會主動做很多事情 其實他也沒什麼好講的嘛 對不對 真的又做事又賺錢又帥 那是你 我真的要講讓你害羞 這一集我分你一點點 好 3C學習好幫手 小金金金掌花夜黃速動 好吃有感超給力 上網搜尋小金金 好啦 先來看看 來 英文還有什麼要訴苦的 這一集講崩潰 是 太多東西可以 可以講三集 真的 真的 那你幹嘛一直生呢 不是能控制的 誰說不能控制的 對不對 我帶他去結紮 去結紮 對 先綁起來 我覺得說 這個學費帳單這些東西 像我自己算是有 比如說有很多的 有一些副業 然後還有一些 這個正職的東西在做 我們的薪水 可能就是人家的 收入比比較多一些 可是我自己 在追這些帳單的時候 我覺得有東西在追我 我就覺得有很大的壓力 像現在第三個 我都還不敢讓他去上課 會多一個學費 光兩個的學費 學費其實不貴公立的很 算是還滿OK的 可是他接下來的安親班 跟他的補充 補充 英文 數學 或什麼之類的 才藝 對 還有才藝課 他們要活潑一點才藝課 然後這些是一個錢 然後再來是 家裡的水電瓦斯 我們家的電費居然 因為我們是中央空調 居然 然後因為三個小孩 又要很大的空間 兩個月算一次 對 電費是兩個月一次 多少錢 大概一個月一萬 對 拿帳單去樓下問 我說請問一下 為什麼我們家電那麼貴 你換冷氣 你冷氣一定太久 結果後來 但因為我是租房子 所以你看我還有房租 然後結果那個秘書一看說 小姐 不好意思 你們這是最便宜的 所以我是最便宜的了 冷氣太久 很恐怖 有可能 還有現在網路上點餐 是看不到東西 帳單也都是那種線上繳款 我有時候就覺得 我有進錢嗎 我要不是來這裡領現金 我沒有覺得 我自己有收入的感覺 然後我支出的時候就覺得 奇怪為什麼我的戶頭怎麼刷都沒有錢 不要講像我們現在 房子的房貸也是 有一個房子就要七萬多 那你每個月亂七八糟 沒事就來 有什麼汽車的什麼稅 房屋稅 房屋稅 然後每個月的這個信用卡 然後還要打麻將 打麻將 我都贏了 打麻將倒贏了 那像沒有人敢找我打麻將 我多希望天天能打 對 但我講就是說 真的 你每個月不吃不喝拿出這麼多 對 那你還好你有在賺錢 對 但你會覺得你賺的 像我常常想說 我那個天天要衝衝衝 做了十七年了 算一算 我好像也沒有很有錢 對 我懂我懂我懂 錢都不用那哪裡去了 對啊 如果把你的名系有沒有 全部列下來 可怕 真的很可怕 我有一次也是這樣想說 我好奢侈喔 因為不列都沒有 真的 一列想說天啊 都不敢給別人看 都不要管 真的 都不要管 船上來了就交 來了就交就對了 細算本來心很痛 陳醫師 也是這樣子嗎 你也是嗎 我自己也是這樣子 我如果真的要講自己的話 那太太在管帳不是嗎 我太太在管帳 但是我真的有看到一筆帳戶說 為什麼每年都有某個月份 卡費都要超過一百萬 那我發現啦 真的 我也不能誤會他啦 他每年固定要買個保險給孩子 那就是每年就是那個保費啊 可是我們這個也是支出耶 他講到這個更可怕 對 保費 那個保費 你想說什麼事也沒幹 對 什麼病也沒生 什麼病也沒生 他想那麼多錢 這還是得買啊 還是得買 保費真的很恐怖耶 對 現在金額少於一百萬我們不聊 沒有 沒有意思 這很恐怖 其實小孩子 以前我們都覺得養小孩好像不用花什麼錢 可是真的現在花費真的越來越多 我們自己是醫療 這個之前我有遇過有一個孩子三歲 然後爸爸媽媽來 進來的時候就問說 他們在外面的櫃檯有看到那個價目表 他看到一個叫做 然後爸爸跟媽媽就問說 這個是一定要打的嗎 其實以前我們總是覺得說 國家公費的打一打 可是最近自費的疫苗真的越來越多了 那個腦膜炎疫苗 每劑六千多 然後要打三劑 爸爸進來 他其實爸爸問一句話 他爸爸的表情有點為難 他說陳醫師那個是要一次付清 還是可以每劑付 就是打一劑 打一劑再付一劑 他老婆在旁邊推了一下爸爸說 你都一定要打了 就一次付清沒問題 我趕快跟媽媽說 不要 你一次付清其實我要記帳 還要記得說你下次來 我不能收你錢 我也很麻煩 你就一次付 你不要一次付清 你就單次付單次的錢就好了 然後爸爸就說那你等我一下 隔壁有那個便利商店 我去領錢 然後媽媽就說 那這個孩子他覺得三歲 他有學那個黏土 捏黏土 然後有學畫畫 有學感覺統合 還學兒童體操 然後爸爸就說那個 這個錢就是每個月都要付這些 這些才藝課的錢也是真的是很辛苦 但媽媽就覺得就是望子成龍 望女成鳳 那我就只好在旁邊說 其實如果他有興趣 你繼續培養他 我覺得是可以的 那如果他沒有興趣 其實爸爸媽媽的陪伴 比起你送他去學什麼才藝課 來得有效了 他講這個 我真的 真的可以想到 以前幹嘛那麼累 你知道嗎 像我女兒去學芭蕾舞 有沒有 買芭蕾舞衣服什麼 很漂亮 然後看她跳 你知道嗎 冤枉錢 她忙什麼 你知道嗎 爸爸媽媽也是看女兒在裡面住 她有成就感 很開心 看女兒也在那邊 用皮腿 拉筋 你知道嗎 忙什麼 小孩子也長大了 他也不記得小時候去才藝班戀 花那個錢幹什麼 一個回憶 一個回憶 真的我覺得想一想真的無聊 那陳醫師講的 我跟你講父母親的陪伴 給他完整的愛是最好的 帶他出去玩 對不對 自己陪他是最重要的 對啊 但是陳醫師剛剛講的 我真的非常有感 因為我是雙胞胎 什麼東西都是兩個 所以剛剛醫師講的那個 你不是會比較省錢一個 就檢查全部的概念嗎 我跟你講我當初也這樣覺得 從產檢開始 醫師就說 媽媽我們要檢查這個什麼 那這個費用五千塊 我說五千塊還好 他說但你是兩個 因為要檢查兩個 所以什麼都是雙胞 這樣子 我連高程序一次七千塊 不好意思 因為要照兩個 照兩個頭兩個手 對不對 對不對 一萬四 我以為一次 對 可是你知道 因為產檢的時候 我覺得大家 什麼東西都可以 怎麼你們婦產科先問一下 婦產科怎麼這樣子 是不是 我沒有說錯 醫院不會啦 醫院沒有這樣子 醫院的高層次 超音波就是 會還是會直接照 但是不會是真的是 打斗 我們沒有打斗 怎麼會 因為我們是醫院 公立醫院 公立醫院 我是去一般的婦產科 公立醫院 可是因為我們 我們真的照什麼 他就是像我們要檢查 有錢人都到 沒有 因為產 不是這樣子 因為在產檢 產檢的時候 因為媽媽會很擔心小朋友 所以你都一定會覺得說 每次說什麼檢查 你都會說 想說要去嗎 要檢查嗎 可是你又怕說 你剛好這個沒檢查 如果真的有什麼萬一 你會怪自己 所以我在懷孕的那時候 真的是花最多錢 在付的時候 真的就是 真的眼睛閉上 就是直接給他 因為有的可以刷卡 就直接刷了 刷了再說 對 付不出來 再說 再說 因為那時候 可是生出來之後 也有很多要花的 就像我是不會給小朋友 買一些什麼玩具那些 因為就像剛剛醫師講的 乃哥講的 你陪伴他最重要 因為你一次兩個 你買玩具要買雙倍 就乾脆自己 我下來陪好了 自己當玩具 我自己當玩具 給你們玩 可是因為我兒子 他是過敏體質 所以我從小 就可能會給他吃一些 那種益生菌 然後什麼 這個我就會很敢花 因為我就知道說 吃的是真的有改善的 所以那個錢我也是一樣 給他花下去 可是真的就是 因為現在刷 買東西很方便 不看都還好 真的是那個帳單 有時候欠起來 看他電子帳單好了 然後看一下明細 就 倒吸口氣 就想說算了 以後都不要看 就直接付錢就好了 因為有時候 像我自己個人 在買一些書 教材 有時候可能是那種 國外的書 都會比較貴一點 可是小朋友喜歡看書 我就會覺得說 好了他喜歡看書 就算眼睛閉著 買給他好了 對 你知道嗎 我一向以來 我很不喜歡刷卡 因為我覺得那個 累積下來 一個月的帳單 一朝 付一二十萬 二三十萬 比方說 我身上每次都帶很多現金 我經常都是付現金 演藝圈的人都知道 真的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你每次付完 你就覺得沒事的 月底沒有帳單來 你也不知道花多少 反正現金付完付完就 也不知道花多少 真的 可是如果你這樣子 如果做什麼 飛航里程票 你可以飛到義大利了 沒有 我後來就是因為 有累積里程 那些用艙出國 對不對 老婆就說 你要不要每次都弄現金 對不對 你可以累積里程 現在還有什麼 折扣現金什麼 還可以去貴賓室 我老婆金牛座 都會算這些 哪一家有什麼 還現金折扣 你是刷多少 還退幾% 金牛座算個金的 太厲害了 所以處女配金牛 絕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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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學我條件 我們怎麼搞 跟星座節目一樣 快了 我意思 我覺得我很同意三人 因為我覺得媽媽們 通常都是對小孩子 就超捨得花 什麼都願意花 然後對自己就 什麼都省 因為想要真的 都要給寶寶最好 因為我之前就是有病人 他真的很辛苦 因為他也是 就是三寶胎 然後不是三寶 他三寶媽 然後他就是 因為生完第三個媽 然後那個自然餐 所以他就是有一點點 漏尿的問題 然後好不容易熬到 就是寶寶已經比較大了 然後有去上學了 然後他就想要來解決這個 比較私人的問題這樣 然後一開始 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就先用一般的運動 凱格爾的運動 然後生活的調節 之類的這樣子 那但是因為 改善效果不是很好 然後後來就講到說 那我們可以進階一點 就是可能有些 比較自費的部分 像什麼懸吊手術 或是陰道雷射 之類的幫助做這些 緩解就是漏尿的情形 然後可能跟他 講到價錢的時候 他就眉頭一皺 就是 醫師那 我想一下好了 我說好沒關係 因為我知道就是 三個孩子的媽媽 就是消費消費比較大 這樣子 然後他剛要出門 整整間的時候 我就聽到他跟他先生 就是因為要接小孩的事情 然後就有點在爭執 然後無意中我就聽到就是 他把小孩子送到 就是台北那種很高級的 私立的小學這樣子 然後我就知道說 所以就是 就是小朋友就是過得很好這樣子 但是媽媽就過得很辛苦 對 然後就不願意 把錢花在自己身上 所以我常常講 這個小孩子不孝順父母 真的天打雷劈 該死 你看看 從小爸爸媽媽多辛苦 人家媽媽懷胎十個月 在生孩子 那整個生產的過程 多辛苦 在養他 那小孩子長大不孝順父母 對啊 這真的 所以看我們節目 很多人都應該 好好孝順父母 好好孝順 男人要對女人好了 一定要 真的 老婆什麼都是對的 你看剛剛他們講說 多辛苦 我跟你講 給小朋友吃得用的 旁人總是有意見 我真的要講 各位婆婆媽媽們 不要再跟媽媽說任何事情了 你說從我開始懷孕之後 大家就開始會有很多的 意見指教 因為像我很喜歡吃辣的 所以我在懷孕的時候 我就是 我並沒有特別去戒掉 不要吃辣的 因為我有問過醫生 醫生說沒關係 只要叫我不要碰酒 這些東西 請他抽菸 這些就好了 結果我生下來 因為我老公他是過敏體質 所以我的兒子 就我兒子女兒 我兒子就是跟 遺傳到我老公 他也是過敏體質 我旁邊的人 就是一些各個長輩 或者是其實你根本 不熟的一些親戚們 就會說 我跟你講 就是你懷孕的時候 沒有忌口 愛是辣的 辣的才讓你小朋友 什麼身上都過敏 群麻疹 皮膚癢 我就說還好吧 我有問過醫生 醫生說 不是我的關係 然後他們就說 沒有沒有 都是你都是你 就一直怪我 好 那醫生就會說 那小朋友 如果是過敏體質 其實媽媽你可以餵母奶 那我也覺得說 好 我能給 我就盡量給 然後我就 喂到快兩歲 可是 對 我喂到快兩歲 我還有工作兩個人 我沒有說 那時候你是不是說 我真的是在工作的 只是給他們喝當飲料的嗎 還是說吃 我都有 這當然還是有副食品 還是有奶粉 可是我真的是在工作之餘 就是跟 就是你要算好時間 去擠奶 然後把它冰到冷凍庫 然後再回去高雄 因為我是台北高雄 那時候主食 這樣兩邊跑 我就覺得我能給 我就給 結果就又有些其他婆婆媽媽媽 你們不要再講了 他們就說 味道那麼大 那個沒有營養 你這樣子不行 真的會 這樣也干她的事 妳就是那個婆媽 還會 問你們什麼事 我還是餵六個月到第十二個月的時候 超多人在說你不應該再餵了 可是我很多醫生聽到之後都會說 好棒 媽媽妳很棒 我講出來我都覺得 醫生都會說很棒 妳很驕傲 我很驕傲 因為我覺得我還能給 可是我又不是不給他們營養 我該給的補充營養劑品 奶粉還是 我晚上也是給奶粉 然後也是給副食品 跟著吃 就是給母奶也鹹 不給母奶也鹹 然後穿什麼用什麼 穿得少也被鹹 然後覺得 是妳生還是我生吧 我有一個朋友你猜我他幾歲 他兒子 他就是只有一 很厲害 五歲半 他真的 還有奶水啊 他真的有 然後他兒子 他不是擠出來 你去看他那四五歲的小孩 還在吸 在外面餐廳 就把他媽衣服扒開 就吸了 喝飲料 然後我就說 這樣好嗎 是媽媽不願意讓他離開吧 不是 我就說這樣有點太大 會不會當兵的還在吸 不知道這五歲是不是有點太久 其實都會建議 認真餵母奶 母奶最好 餵到四到六個月的時候 開始添加副食品 然後母奶繼續餵 大概餵到兩歲三歲差不多了 已經很偉大了 四歲五歲 真的是有點太遠了 是喔 不過剛剛回應一下 那個過敏這件事情 很多長輩都覺得說 這個孫子就是 你的肚子裡出來的 所以他身體有任何狀況 就是你要負責保固 實際上是不對的 爸爸有過敏 那生下來 這個孩子過敏其實 機會很大 爸爸過敏的相關性比較大 那也是一樣 認真餵母奶 然後環境的控制 基本上長大都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可以先不用太擔心 不過真的很奇怪 因為所有的炮火好像都在媽媽 爸爸好像都沒事 對喔 然後都沒事情這樣子 好像所有的狀況 都怪罪在媽媽身上 其實我們在急診也會遇到 尤其是公公婆婆 像有一個媽媽 她快接近凌晨12點 帶了一個發燒的孩子來急診 那我們一量 其實就是已經退燒了 就是37度出頭這樣子 媽媽看起來也一臉無奈 然後正在問診的時候 媽媽來說 醫師阿我小朋友 這幾天有發燒呼吸道的症狀 我幫他自己驗了新冠的病毒 也是陰性的 然後我有備了退燒藥 剛剛出門前 我給他喝了幾CC 然後都說得好 然後退燒之後 我看到火力死也都真的 那很好啊 那為什麼來急診呢 後來我一問才發現 她是被她婆婆叫來急診的 她其實就是發燒 我們最近發燒 其實幼兒園都會希望 孩子是在家裡面的 所以她又沒有辦法 自己在家裡待 因為她有工作 所以其實她白天 這時候小朋友就請她的公婆 幫忙帶 那小朋友在家裡 她也交代了公婆 我準備了退燒藥水 她媽媽其實滿 真的是模範媽媽 就是已經很多東西 都已經設想好了 那可是呢 孩子只要輕微發燒 或者是不想 吃東西 她在上班的時候 就一直接到她婆婆的LINE 為什麼這時候又在燒 為什麼 這時候喝幾CC 我這個喝了幾CC 幾小時之後可以再喝 醫生有沒有跟你講 就... 她邊上班就邊一直接收到 婆婆的訊息轟炸 那終於下班了 婆婆把孩子帶回家 還她 那還她的時候 又質問她 為什麼今天她整天都 睡午覺都會睡得特別久 好像就是特別 就是四歲這樣 晚上是不是都太晚睡 小朋友不睡 她其實本來想跟她婆婆說 她雖然發燒 可是退燒之後 活力精神很好 晚上還在跟哥哥玩 所以她才會晚睡 其實孩子就整個 都沒有什麼特別的狀況 可是奶奶就不放心 那後來 責備完之後她帶回家 本來以為就沒事了 媽媽還是會一直賴 那現在退燒了沒 還不相信 最後還跟她說 你視訊 然後你邊視訊 邊我要看你幫她量體溫 我要看幾度 結果好死不死 就在睡前量了一個三十七度八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把她帶來急著 所以你看那個媽媽 哪裡好大 真的很委屈 不過現在這種案例應該不多了 我覺得現在的 所謂的公公婆婆 或者是長輩 我覺得應該慢慢的 都比較開明了 比較開明了 而且有時候旁邊的人 給的意見也還不錯 像有時候在錄影前也要Re稿 有好幾次都帶小朋友到樓下去跑 去騎腳踏車的時候 我突然電話一來 就說你幫我看一下 我Re個腳本 等一下就 然後我就開始講 結果因為她就是自己 我小孩就是有iPad 媽媽又沒有在管 就直接iPad立起來 就在旁邊看iPad 就是一直看 然後結果後來我結束之後 歸道說不好意思 剛剛小朋友給你照顧 她說沒關係 不過你每次給他們看 3C都看這麼久 我說也是沒有辦法 就只能給他們看 他說那你有給他們補充 一些什麼東西嗎 我說要多補充什麼 有啦 有時候會給他們吃葉黃素或什麼 結果小獅頭馬上在旁邊 沒有 我們沒有吃 他說我們不愛吞 他說媽媽給那個沒味道 然後結果他說 沒有啦 因為我剛剛就是 有給那個小朋友吃 那有給小艾倫吃那個果凍 他說那他們都有吃 然後我想說不好意思 他們還吃你的東西 然後他說沒有啦 因為他們覺得很好吃 所以我就給他們吃 這樣下午茶這樣 我說這什麼東西 你可以借我看一下 它就是寫金盞花萃取的一個 亮晶晶果凍 我有帶來 我在包包裡面 我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好 就是這個 好可愛喔 我看過 對 它是金盞花萃取的 就是亮晶晶的這個果凍 以前我有吃過 類似果凍技型的這種葉黃素 但是它有時候做太乾 你會擠不出來 有時候做太濕 你給小孩吃的時候 會流得到處都是 對 所以我那天一吃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不錯耶 它是像這樣子果凍 對 完全沒有那個 汁液會流出來 對 很Q的 然後小朋友也很喜歡吃 然後一吃就說 葡萄口味耶 我有時候像我自己的時候 給小孩吃的東西 我會看它的顏色 我說那它這有色素嗎 它沒有色素也沒有人工添加 也沒有防腐劑 所以你給小孩吃的時候 你就是可以很放心 然後我是覺得還滿不錯的 是因為葉黃素都會 一定會搭配玉米黃素 所以它有五比一的黃金比例 所以我就覺得 那這樣子就最簡單 你基本要保護的都有了 所以我就覺得 有時候外人給的意見 其實也還滿不錯 我跟你講這就是唯一 一個麻煩的事情 小孩太愛吃了 要一吃 要一吃 一吃 要一包 真的 不要說小孩 我們大人也會 真的是這樣子 我們就會覺得 我自己要雙倍 然後我自己吃的感覺是 因為小孩他感受不出來 可是我自己戴影型眼鏡比較有感 因為我就要戴兩副 就是可能要替換 可是我吃這個之後 就有感覺 我不太需要替換 它有濕潤感 來 那我們來 營養室 熊月 那首先呢 先讓大家玩一個小遊戲 就是 就是在十秒鐘裡面 找出一個表情符號不一樣的熊貓 你是一整面耶 要找出十秒 我第一眼就看到了 真的假的 計時開始了 我找到了 很快耶 8 7 表情不一樣 5 4 3 2 1 你要不要一條亮晶晶夜黃素 我覺得很厲害 有 我們剛剛吃完的時候 我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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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乃哥你的問題 你給我 你給我 這樣會不會看不下去 遠一點都明顯 好 你講 你講 真的 我看到了 你剛剛拿得不夠遠啊 其實像我們在講這種 夜黃素的東西 其實我們會發現 不管是大人 像我們一般 譬如說很容易 就是在中午的上班休息時間 你可能就想要放鬆一下 可能就滑個手機 看一下影片 或者是逛個購物網站 對不對 媽媽也很容易 或者是小朋友 有時候可能出去外面的餐廳吃飯 然後想要讓他可以安靜一點 然後也是這樣就是拿出來 然後開始看影片 所以我們會發現 其實我們使用3C的頻率 真的是越來越高 對 而且年齡層是越來越低 所以其實有時候 我們要靠一些營養素 來做一個補充 那其實像我們現在有時候 飲食也不太均衡 就是很難做到就是 五蔬果這樣子 對 所以有時候就是靠一些營養品 來做一個輔助 補充 對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 其實在挑葉黃素也是有點技巧 就是我們可以選 就是葉黃素 它是游離型的 這個游離型 它可以讓我們人體 比較好吸收利用 然後再來還有 而且這個玉米黃素 跟這個葉黃素有一個比例 就是葉黃素比玉米黃素 是5比1的比例 就是我們所謂的黃金比例 那這個黃金比例 代表就是人體在吸收利用上的 效率會更好 這是這兩個 就是在挑選上 就是有一點點小技巧 然後還有一些像 比如說黑醋粒裡面的一些花青素 可以幫助維持我們夜間的一個敏銳度 還有玻尿酸 它也可以幫助維持我們的舒適度 然後還有一些微草BHA 裡面的Omega 3 它可以幫助我們維持正常機能的運作 所以其實這一類的營養素 都可以幫助我們 就是在滑手機世代的小朋友們 當作一個很好的補充營素的一個來源 是啊 真的 我們今天聊兩頭燒 我覺得其實是多頭燒 真的 他們父母真的都很辛苦 可是回頭一看呢 小孩真的好可愛 而且也很有成就感 小孩子一笑 我跟你講 什麼煩惱都沒有 一笑名千丑 像我現在抱那個孫子 要看到孫子笑 對 你知道嗎 什麼煩惱沒有 什麼都好 對 什麼都好 要多少 都給 什麼好的阿公 好啦 最重要的 我們講身邊的來 對的話我們講新手的 或者是現在一個饒首的爸爸媽媽 對 真正的 都要多一些關心照片 是...對不對 然後尤其爸爸要對媽媽 真的 對太太更多的呵護 對 好吧 謝謝大家 謝謝 不要哭啦 看到第二顆心 就是現在 就站在這裡 一副公公的手走路正常嗎 假設我有媳婦的話 我是OK的 小姐 你有沒有看過 你有沒有看過 我想看到你 我想要看到你 你 你 藝術者他私底下是一個 難搞的廢物 不要哭啦 看到你 要哭啦 就是現在 破破 就站在這裡 一副公公的手走路正常嗎 假設我有媳婦的話 我是OK的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并按下小铃铛 看我们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彩的内容 记得选旁边的影片